來自六爺的報紙自由時報 我們都算幸福 我覺得和報總 因為我們每一天看台灣報紙 看完兩大陣營的報紙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聯合報 如果有一天國民黨上場 跟美國的關係會怎樣呢 聯合報的社評十篇有八篇都是砌美國的 專門因為民進黨政府一面倒倒向美國 所以聯合報的立場覺得這樣是很危險的 泰國依賴美國只會令兩岸關係走上不歸路 聯合報仍然希望兩岸之間有對話 有得談談去緩和 兩岸局勢的演變 看到今天自由時報 這篇社評真的寫得 總之我們未必完全同一個觀點 看他的分析和觀測 真的很深入 他的標題是 德旭爾尼科夫 這是俄羅斯進攻烏克蘭換了出來的最新統帥 與李家超 他說大家兩個主持兩個新的局面 但中間有些分析值得大家注意一下 包括他講到李家超 他由保安局長升做政務司長 然後他資格審查委員會裡面 就貫徹了香港國安法 外國者治港這些準則 將民主派一概掃除出去 領導之下 香港疑似回歸 可能香港很多論者都看到了 為何眾女尋他選擇一個武官做香港的特首 自由時報為何將他和俄羅斯振前逆帥 相提並論 當然這個比喻未必完全貼切 但都看到 因為最高領袖要達到某種政治目的 所以一定找一個 絕對能夠升任到達到一個目的的主席 而李家超在那時候做香港的行政長官 可以看到他的背景出身 他的特性完全是破了中央對香港未來的部署期望 即使很多人說李家超缺乏了經濟民生政策的經驗 但《自由時報》的評論認為 北京其實是期待李家超的作用是什麼呢 無非令到香港在政治上融入了中國 包括內部的民主運動 外部的反華勢力 綜合起來的顏色革命 都要做到堅壁清野 他特別提到這一點 我自己都忘記了 就是新任香港的解放軍駐港部隊的司令員 其實是今年初私來的 我幾乎忘記了 當時我當然知道他的背景 他曾經是武警新疆總參謀長 當時大家只注意到 一個做武警出身的人 來了解放軍 其實武警是解放軍系統 武警部隊副參謀長彭京堂 做駐港解放軍部隊的司令員 現在再配合李家超 自由時報就說 愛國者治港加上警察治港 使用各種暴力 對使用各種暴力是絕不守願的人 這是自由時報的評論 即是說香港可以換了新天 其實看見中央香港的部署是很全面的 真的對香港一個新的部署 第一 香港現在還有什麼勢力在香港可以反倒華 這一定是拉闊一個更闊的視野 特別是中央要穩住 面對國際形勢的一種變動 在經濟上有所部署 尤其是我再跟大家去分析一下這方面 但在這個治安上 安定上也都在不同重要的要塞 包括香港 包括上海 那些人都要穩住局面 特別是香港 因為你是對西方那麼重要的窗口 所以你發覺除了李家超之外 駐港部隊各方面 包括中聯辦 其實都部署了新人下來 是全新的格局去管治香港 這個管治其實是超越了香港過去 所以我們在中國的角色 是更加欺負到香港 在整個中國新的全球部署之下 香港的新角色在那裡 《自由時報》還說 更可能牽涉到二十大的問題 年底就是二十大 現在習近平可能毫無疑問 都會繼續連任下去 這件是全中國最大的事 也是在中國政壇上 是唯一一件大事 過去兩三年都朝著這個方向來走 但是現在國內的情況 就是疫情又升溫 還有就是上海的問題 也是值得關注 所以不能夠出現任何差錯 於是每一個環節都溝得很緊 看得很緊 李家超看著香港之餘 究竟是否香港還可以輻射去其他地方 息無二代 總之 疫情服從大局 二十大 是不可以有大義的情形出現的 所以大家很期望 新特首 香港未來發展等等 有什麼建設 那不是重點 大家不要將過去 香港看得太大了 香港人 不要太大了 這個是穩 還有 自由時報點出的東西 我很同意 普京好 習近平好 去到這些部署 都有個危機意識 在危機意識下 它就會用一些 可能非常態的策略 去部署人的 好 又看看環球時報 回應美國的人權報告 我覺得 這個我肯定 都預了它 今天應該寫一樣 但似乎 是不是那個功力的問題 不是很倒肉 是啊 不倒肉 我以為很宏觀 或者很大氣勢去說 誰不知它就用了 昨天發生在布魯克林區的槍擊事件 最新的新聞 其實那個黑人槍手 已經抓到了 在香港時間半夜已經抓到了 除了講這一宗之外 它又講幾天之前 加利福尼亞的另一宗槍擊事件 整篇環球時報的社評 其實是講槍擊事件 就用槍擊事件 扔上去 美國你說什麼人權 你裡面有那麼多槍 我寫一下 想一下 究竟這些槍擊事件 和人權的關係有多密切 你是拿著一些細節去反擊 這個力度真的不夠 當然 中方對美國人權報告 都集約為常 每次都是去點 但它呢 今次就拿著兩個 美國近期發生的一些社會事件 來去平衡 這個肯定是不到肉 也都沒有發揮到 你一個對外槍口 輿論那種的實力 甚至當中也引述到 英國專家怎麼看這些問題等等 你沒有了中國的本位 那似乎第一篇社評 就和環球時報應該發揮 那種的彈藥 美國人權報告 九十多頁裏面 有三分一的篇報 其實是講香港 今天我們也有 我反而覺得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和香港特區政府 回應美國人權報告 雖然都是一半的字眼 但我覺得它好像拆開了 《環球時報》這個 拆開了 你不看標題 好像是 中方回應近期美國社會的亂象 這是一個自由民主 你負出這樣的代價 你是不是也要檢討一下 剛才我想試圖 《環球時報》的社評 引述了美國一個槍枝暴力檔案網站 但它沒有英文我看 我打中文就找不到這個網站 原來它說 在美國平均每一天 有一百一十六人 橫死在街頭都是受到槍擊而死 我說這很嚴重的問題 但我自己從來做新聞有一個傳移的態度 我想看一些原始資料 當然美國好 當然它的社會有很多問題 但去到人權報告 真是一個很高層次 與社會制度和政權制度很有關係 如果與國家的社會 對人的本位的價值判斷 這個其實是很高層次 拿一些個別的社會事件去評擊 這個似乎 低手了 胡錫進也不會這樣做 不會這樣做 我也覺得這樣做 這個是第一篇就真的退步了 或者是 是不是太新呢 那些方面 或者以前都寫得太多了 那這個方面你看見 美國連續敢砌你的 那你回應 中國都有人權報告 美國的人權報告 現在它都是每一年出的 不過當然美國在這方面 它佔一個道德高地 相對來說 你與其每一次被人砌完 就不斷地回應一下 你想一下 如何去改變對方的想法 如何令到用一些很具體的事例 其實美國舉了很多新鮮事例 來去評擊去攻擊 其實每一次都是新鮮事例 這才是大件事 就是說你每一次都有新鮮事例 那這個問題就是 你如何去回應到這些事情 除了口誓之聲之外 你如何能夠找到一個 不是去針鋒箱 是真正表現出來 我們在這個人權問題上 不像你所形容那樣差 或者你很多東西是誤判 但是你看見香港這兩年來 很多的社會事件 一方面又只是反華勢力 但是你似乎都沒有說出 一個很具體的圖畫 所以你反擊力比較弱 是啊 現在看到這些 我都覺得 找回胡錫進出來 這支大炮可能更好 你出來都要言之成理 我們都要講道理 擺事實講道理